它的出现拉动了GDP的增长 它是达官贵人的聚集地 这个金钱交易的场所 为何频出千古名剧 秦楼和妓院究竟有何区别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关于妓院你不知道的哪些事 Ready Go 最早的新工作者出现在春秋时期 他们的出现主要是为了缓解奇葛的财政压力 当时观众一口气在奇葛的首都开设了七家内旅 也就是官办集院 每家都有一百多名新工作者 这一新兴的产业直接提升了国家的GDP 奇葛能够成就霸业 这七百多人可是功不可没呀 汉武第十期连年征战 到了战争后期 士兵们的年龄普遍都偏小 很多人在当兵的时候还没娶媳妇呢 为了照顾这些小士兵 最早的营迹也就是军迹应运而生 他们大多是犯罪的女球或者是女俘虏 所以根本就没有工资 想要结识达官贵人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这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惨的一批妓女了 到了唐朝 官技制度逐渐完善 当妓女可就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了 当时所有的从业人员都要进行固测登记 登记之后还要进行专业的上岗培训 嗓子好的培养成歌技 身段好的培养成武器等等等等 那搞得跟现在的选修一样 宋朝初期 妓院的营业额全面下降 因为当时明明禁禁官员嫖妓 但是去青楼唱唱歌跳跳舞还是可以的 俗称青楼 值得一提的是 青楼一开始是形容最高级人员住的奢华房子 到了宋朝 却都被用来形容高级妓院 所谓高级妓院 其实就跟咱们现在的KTV差不多 人们在这填词唱曲的又雅极了 许多有名的词也都是出自于青楼 您说 您要是没点文化 哪敢往青楼扎呀 到了明朝 明宣东的珠山妓妓位后 开始了大范围的赛黄 各个地区的妓院基本上全都官员打击了 并且废除了官队制度 禁止官员嫖娼 只不过上有证则下有对策 此时加级开始盛行了 跟明朝相比 清朝管得就更严了 在清朝 官员嫖妓如果被发现 不仅要免职 还要对打一百大板 并且疾留三个月 在红袖拳建立的彩平天国 如果被抓到卖淫嫖娼 那可是要被杀头的 其实古代的青龙女子 大多是能歌善舞 多学多才的 她们的婚姻虽然没有明媒正娶 但是最终大多都嫁给了爱情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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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nd